参观结束时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 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传承好 发扬好 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依靠顽强斗争 打开事业发展 新天地 同志们 党大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党和国家的大正方针 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 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临行时 习近平同在场的老党员 以及老红军 老八路 烈士后代 党校干部学院教师 及纪念馆工作人员的亲切交流 勉励大家弘扬革命精神 讲好党的故事 激励人们 坚定后遗 兴党化 伸展走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现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刘国忠 陈希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陕西省有关负责同志 参加上述活动 出发 人员 勇